女主是65岁新闻媒体大亨的小女儿 为了家族事业 她挑选了一个很优秀的对象 这个对象是爸爸的得力助手 爸爸很喜欢她 但爸爸却看出来女主并不爱这个对象 在飞机上爸爸劝她婚姻大事不可儿戏 应该找一个可以彼此疯狂迷恋的人 才不枉此生 下了飞机后 女主在咖啡馆遇见了刚进城的年轻人黄毛 黄毛对她进行了搭讪 说自己正在找女朋友 或许这个人就是女主一番话把女主逗乐了 两人分别的时候还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 但最终俩人并没能四母相对 而黄毛还因此被车给撞了 这边女主大亨老爸听见了一个声音 在对她说着yes 还说门外有一个访客 大亨让保姆去开门 果然外面有个陌生人 大亨让保姆将那人带去书房 那人再次说起了yes 大亨问他到底在yes什么 那人说这是大亨问题的答案 大亨说我要死了吗 那人从阴影里走出来说yes 可是没想到这人竟是女主在白天遇见的黄毛 原来黄毛在出车祸的时候被死神赴了身 因为死神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所以他想体验一下人生 在人间游玩一下 他让大亨做他的人间向导 作为交换 他可以让大亨晚点死 而一旦大亨透露出他的身份呢 他也不保证带走的只有大亨一个人 之后的大亨给死神起了个名字 并将他介绍给家人 假装死神是他的生意伙伴 女主见到男主十分惊讶 但又感觉现在的男主和白天不大一样 大亨发现女儿认识黄毛 感觉大事不妙 所幸女主和黄毛只是一面之缘 半夜男主偷溜出房间 在游泳池发现了正在游泳的女主 俩人自然而然的聊了起来 女主承认早上有被他吸引到 但晚上的他却像是个陌生人一样 男主表示想和女主成为朋友 但女主并没有回答 谈话不了了之 第二天男主和大亨一起去公司 男主厚着脸皮跟进了会议现场 这是一个关于某公司并购的会议 大亨觉得这家公司只注重利益 所以并不同意并购计划 这种本应该严肃的场合 男主却在一旁玩起来转移 接着嚷嚷着有没有吃的 会议结束的时候还带走了一块小饼干 一顿操作看得助手懵逼 大亨说自己想一个人静一静 拿钱给男主让他自己去逛逛 男主拿着地图晃到医院 去看望了当医生的女主 就在俩人暧昧时 一个女人推着老太太来看病 老太太一看见男主就说自己要死了 男主跟老太太说你不会有事的 老太太却让男主提前带他走 这样呢自己就不会再痛苦了 男主看着他祈求的目光心软了 于是呢对老太太说快了 之后男主意识到自己不太适合待在医院 于是呢和女主告辞 回到公司后 大亨和下属秃头又在聊并购 秃头说并购很有必要 如果大亨不喜欢这家公司 那可以换一家合作嘛 并表示希望下星期再和大亨聊一聊这个话题 大亨说这个得让男主决定 他的本意是让男主决定 自己是否能活到下星期 结果秃头会错意以为并购要让男主决定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助手 作为大亨的准女婿 助手自然觉得不爽 晚餐时大亨说希望大家明天也一起吃饭 毕竟大亨平日工作繁忙 难得愿意多和家人在一起 大家都十分开心 饭桌上男主和女主聊起了医院那位老太太 助手在一旁插不上话 心里更加的不爽了 晚餐结束后助手就和女主闹掰了 没了顾忌的女主自然而然的和男主走在了一块 第二天助手就和董事会进行了秘密会议 套路兔头说男主在控制大亨 不让他同意并购 大亨一去到公司就被助手逼问 男主是谁 他到底和大亨是什么关系 助手此时已经认定是男主影响了大亨的决策 但因为男主和大亨的交易 大亨不能说出男主的身份 助手借机让董事会投票 强制大亨退休了 大亨不得不从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 临走时男主故作神秘的说 我是谁 我是什么身份 时机一到你们就知道了 事后兔头才发现自己被助手利用了 他去找助手谈话 助手却说他也有好处 到时候并购成功呢 他就把公司分售出去 这样股权就可以高价变现 兔头就可以变成富翁了 兔头想去揭发助手 但他自己也算是参与者 所以兔头内心很纠结 此时男女主这边 两人在一起后就开始缠缠绵绵 但俩人亲密的时候被大亨看见了 大亨十分愤怒地跟男主说 你挑作了时间地点以及对象 你结束我的生命 回到我的事业 你现在还试图闯进我的家庭 对我女儿动手动脚 简直让人忍无可忍 你到底想干什么 男主只回了句 我是死神 你跟我说话小心点 面对死亡的威胁 大亨无可奈何 他只能警告女主 不要和男主走得太近 还说男主随时都会离开 这边男主去看望上次在医院遇见的老太太 并告诉老太太自己恋爱了 老太太问他 女主知道她的身份吗 男主表示不知道 老太太说这样对女主不好 男主不该在人间 并让男主带自己一起离开 男主只好答应老太太 他回去后就通知大亨 明天在大亨的生日宴会后 他将带大亨离开 第二天宴会前 兔头主动跟男主说 是自己害大亨被开除 并表示十分内疚 男主鼓励他向大亨坦白 晚上兔头就向大亨坦白的一切 并得到了原谅 大亨让兔头去找助手来 此时的男主正在和女主告别 男主说他要走了 但体验了美妙的爱情过后 男主怎么舍得离开呢 女主说那就不要走 男主跟大亨说了自己的决定 他爱女主 想把女主一起带走 大亨听了十分生气 也顾不得什么死亡威胁了 指着男主大骂 你说你爱他 但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 你说他爱你 但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有本事你现在就去告诉他你是谁 让他自己来做选择 但最后男主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深情地吻了女主 女主能感觉到这是男主在向他告别 男主说不管我是谁 我永远会是你在咖啡馆遇见的那个人 最后他感谢了女主给他的爱 也算不往来人间走一趟 之后男主又去见了大亨 这时秃头找来了助手 男主假装自己是国税局的调查员 并指出了助手在并购的过程中 逃税漏税的嫌疑 大亨和男主一唱一课 助手很快就交代了一切 而这些都被电话里的董事们听到了 最后助手被董事会开除 而大亨重新上任了董事长 并否决了公司合并的案子 生日宴会的最后 大亨发表了感言 此时男主正站在空地上看着他 大亨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和自己的家人女儿一一拥抱告别 在所有烟花绽放的时候 男主哭了 之后他带着大亨悄悄离开 虽然很舍不得 但这就是人生 意识到不对劲的女主转过头来 看到了俩人离去的背影 当他跑到俩人消失的地方时 发现男主又回来了 但通过一番对话 女主发现 这人并不是男主 而是被车撞倒的黄毛 他意识到一些东西的离去 但还是开心地迎接了黄毛的到来 在绚烂的烟花背景下 女主和黄毛的爱情故事开始了 第六感《生死源》上映于1998年 由著名好莱坞男星布拉德·皮特主演 电影传达了生与死的无奈 以及人们面临离别时的不舍 但无论如何 这就是人生 同时不管是家庭事业还是爱人 都要认真去对待 这样才不枉此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